啊 秋云 怎么了啊 夏姨 这怎么了啊 夏姨 夏姨 一盒水破了 快 去脚车 送医院 怎么了这是 你 秋云要身了 秋云 你忍忍啊 别紧张 放松 放松 秋云 高大爷 你帮忙给秋云打个电话 秋云要身了 让她赶紧去妇产医院啊 好了 好了 我现在就给秋云打电话 好好好 谢谢你啊 别忘了啊 好 好 快点 快点 来 慢点 慢点 是不是要生了吧 秋云 小心点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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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关门了啊 慢点啊 慢点 别着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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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是生了 给咱医院的就全一口人 就是 什么事啊 你们签个娃 多好的啊 对啊 晓妍 秋云 你来了 我姐怎么样了 羊水破了 有 有危险吗 这医生正在汇治上 不是还没到预产机呢吗 谁是秋云的家属 我是 医生 刚才这位产妇出现难产大出血 我们需要马上进行手术 是 这手术过程当中呢 可能会出现一些危险 必须征求你们家属的意见 是保孩子还是保大人 大人孩子都要保 这些意外 只能有一个选择 告诉我 保大人还是孩子 保大人 姐 不行 妈呀 家长在这儿 说话呀 要不 保 保孩子吧 马大前你说什么呢 你有权利决定我姐的生死吧 那我儿子那也要命的 万一是个儿子了那个 大夫 听我的 保大人 不行 我说的 保 保 保儿子 你他妈 他妈妈 我咋了我 我怎么能往过去的 这是医院知道吗 吵什么医院 看见没有 这是医院 大夫 听我的话 赶紧保大人吧 你是 我是产妇的母亲 我有权做决定 不行 大夫 我 我是他男人 我要保 保儿子 马大前闭 闭嘴 你有什么权利决定 求你的生死 秋风说得没错 你没这个资格 我 我怎么都没资 你们讲不讲理啊 你们生孩子的 那是我媳妇 生出来的也是我儿子 我倒没这个资格了 我 快去签字吧 不行 我在这儿呢 志余先生 你也跟我来一下吧 我去去去去 没事 没事 别着急啊 这事你们得赶紧决定 产妇的命要紧 我们得赶紧手术了 大夫 我说了 要保大人 你一哭什么的 这在生个事呢 那我哭的是我儿子呀 这还没生呢 这就让人给害死了 我不是说如果吗 没什么如果 我要我儿子 马大前 就秋月的命要紧啊 那我儿子命就不要紧了 那个 你别瞎闹了行不行啊 秋月你等着抢救呢 你知道吗 大夫 赶紧签字吧 你同意吗 我不同意 我一同意我儿子没了 爹 大夫签就来不及了 这是一条人命啊 赶紧吧 大夫 要不这样吧 出了事情 我来负责 你 你 都 你负什么责呀 你负了我儿子的责吗你 给我 不行 你 你不能签这字 你 你还有没有人性啊 我 也不知道都怎么样了 哎呀 也不知道都怎么样了 这要是大人和孩子 都没事就好了啊 小燕 我解什么情况了 我签完字了 医生会敬礼的 怎么样了 按把诊签了 这 这不是要断咱老马去 后的吗 这不是 没事 没事 放心啊 没事 放心 来 看一下 是个女孩儿 溜金饭 我家儿 好 赶紧送到保温箱里 这是个收法 大人孩子都保住了 手势很成功 谢谢医生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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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就好 好了 把心放不住那个 什么事啊 那个孩子的身体很虚弱 已经被送进保温箱了 那我们能去看看吗 你们只能在外面看 不能进去 不是 我问你一下 我那儿子怎么样啊 是个女儿 跟我来 来 来 你又怎么了 飞这么半天气 感觉生丫头片子 妈 在那儿呢 来 请问你看 这孩子 长得多好呀 可不是吧 你姐为了生这位孩子呢 可是没少受罪 晓妍 你看那小腿 一蹬一蹬 你们生下来的时候 也就这么一点儿大 看看现在 不知不觉 都强了那么大 体温正常 注意的照样吗 谢谢 来 小姨 别起来啊 快躺着 秋风呢 风见呗 说女人生孩子 她近来不方便 小姨 孩子怎么样了 我刚才去看过了 挺好的 真的啊 你看你 别哭呀 做月子的时候 不能哭 对眼睛不好 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 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不管怎么说 不管怎么说 你跟孩子都好好的 刚才一声让我签字的时候啊 真的吓死我了 我现在就想见见了 别急别急 等你好点了 再见孩子 听话 不是说了吗 坐月子的时候 不能掉眼泪 孩子 顺顺利利生下来 你也健健健康康的 你也健健康康的 小姨心里的石头啊 总算落地了 有没有 你现在还想着她 是她价格的 她好整天 她の魅力 你不要看人家 你不想着呢 我看这孩子挺大个的 这起名字得反着起 这样好养活 就叫晓晓 晓晓 晓晓好听 就叫晓晓 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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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晓长得像了吗 像 跟你小时候啊 一模一样 真的 你妈生你的时候啊 我还在剧院的学员班 我一有空就跑回来抱你 不哭不哭不哭 来来来 我来抱抱 别哭 小姨抱抱 小姨抱抱了 不哭不哭 怎么了这是 没事 吃饱了想睡了呗 是吧 我们要睡觉了 这孩子怎么样才能养大呀 哎呀 你不用瞅 孩子啊只要生下来 他见风就长 真的 你看 你看笑了 是 刘长 还睡觉了 宝宝要接走了 好好好 来 小心点 来秋云 你喝点鸡汤 你怎么又哭了呀 你怎么又哭了呀 小姨我太没用了 我已经开始想晓晓了 等你出院了 让你天天看着晓晓 来 快喝鸡汤 自己来 对了 小姨 秋风呢 秋风回文化馆了 她回去晚了 大门关了 叫她回家来煮吧 我跟她说了不止一次了 现在就我一个人 家里有的是空地方 可是她呀 就是不肯 你说她也真是的 蘇叔叔不是都给她找好了 美术馆吗 这是干嘛呀 干嘛非要去基层的文化馆呢 刘笑得是黄了 她是嫌你蘇叔叔啊 不够尽心 心里啊憋着气呢 没关系 她不回就不回吧 我经常去看看她就行了 她让你操心 看你说的 小姨不操心 还让别人操心呀 对了 小姨 出院以后 我想回家去住 行吗 当然行了 正好学校快放假了 我好好给你做月子 你想吃什么 尽管跟小姨说 真行 小心烫 嗯 对了这个马大小 怎么那么久都没来看你呀 她不来才好呢 来了我还腻了 是不是因为你生了女儿 她不高兴了 女儿是我自己的 跟她没有关系 刘成 这是住院清单 我明天办你的住院手续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邱云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孩子 出去 出去 邱云 你听我说 我来看看闺女 你就别生气 我跟我跟我跟我 我出去 我看看你啊 马大小 小姨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 不是不让你叫我小姨吗 小姨 您看看 您这孙女都抱上了 您就看在我闺女的份上 您消消气 现在知道有闺女了 邱云剩下孩子那几天 你去哪儿了 我那不赌气呢妈 你赌什么气啊 那 我 我是想要个儿子 那谁知道邱云 给我生个丫头骗子呀 这话你也说得出来 邱云是死是活你不管 他坐月子你也不管 他坐月子你也不管 你现在知道有闺女了 现在知道当爹了 小姨 你 你 不许叫小姨 赶紧出去 小姨 我去看看 出去 咱不生气啊 我姐说了 产妇不能生气 一生气奶就给气回去了 我就看一点闺女 小大前 好吗 你来干吗 不走 出去 不是 我去看看 不去 你要是再敢来 我就把你打出去 快快快 走 扫梅打眼的回来了吧 嗯 人家得哄哄哄 我就知道会是这种结果 你说人求云生个闺女 你看你那脸掉的 给你熬了鸡汤做了小衣服 你都不知道给人送过去 感觉生个闺女跟你没关系了 是不是 现在想要了 早干嘛去了你 我现在不是想认这孩子吗 你还有没有点男人样啊你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女人在这时候啊 最要的就是哄 你这么做 你把人秋云的心都伤透了 小腰孩子 你也得有个补救的方式 对不对 把鸡汤拿着 把小衣服拿着 有个沉沉啃啃道歉的样子 就这么空着爪就过去了 等着让人往外哄你呢 活该你 林红 我 我去给秋云熬熬 不是说不认孩子吗 熬什么周啊 现在不是又想认了吗 点点了信 你看看 你抽空呢 你去看看孩子 他也想家 你真同意我去啊 嗯 你去了不也放心吗 行 那我明天就去 哎呀 我这一走 是不是就给别人腾地了呀 行行 开玩笑啊 你看你干什么呀 快啊 有人肯OS 张经常 发人 Yemen 发人 измен don't we go 抬鞋 能站�� 你好好 您好 上鞋了 消薏 有费有水 你avor 你有喂 就没事了 还是你懂 秋山可是我带她的 吃手指呢 小妍 今天马大侠这么一闹 我也想好了 我要跟她离婚 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生了小小以后 我变得特别平静 我都是有女儿的人了 没时间跟她那么耗着 过段时间 过段时间 我就去跟她把手续办了 你跟马大侠结婚呀 这一步就走错了 你看你们结婚以后 他喝酒赌博的毛病 哪样改了 离就离吧 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不能把时间 耽误在一个无赖身上 离了婚以后 我想租个房子 小妍 麻烦你帮我打听打听 租什么房子 家里不是有地方吗 住家里就行了 家里面秋风还得回来住呢 秋风现在不是住文化馆吗 说起秋风我还挺惦记她的 她现在怎么样了呀 秋风这孩子实在是太宁了 我去看她想着她工作安顿好了 可以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千万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 可你知道她怎么说吗 她说群众文化馆中的地方 跟梦想不沾边 我看她是心灰意冷的 秋云啊 你见到秋风得劝劝她 让她不能再这么消沉下去了 都让你操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